大家中午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今天是4月26号 星期一 我是JK GoMarkets大家可以在平台上 做美股澳股 之后还会有港股的交易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产品 也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帮大家上线 目前已经上线的大东商品 像铜的价格 目前大家也是可以在市场上 自由交易买卖的 周末我们看到 一则新闻 说的是印度方面 对疫情控制 出现了二次的反扑 印度反扑之后 增加的疫情感染人数 创出了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 世界纪录 那么一天感染了30多万人 死亡率也快速上升 一天24小时内 死亡人数接近3000人 所以现在大量的印度航班 飞机票已经是翻了3到5倍 大量的印度居民开始向海外离开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现象 其实说明了两点 第一点就是疫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进展 那么顺利 尤其是在新兴国家 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老牌国家 像英国 包括欧洲这些包括美国加拿大 还有我们澳洲 新西兰 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 目前在抗疫的后半场 其实做的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忽略了新兴国家 像印度对疫情的控制 是可能会继续出现反复的 这样的一个潜在风险 那么这些国家的地区的居民 他们的防患意识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 像在澳洲大家坐电梯 去出差 或者是去任何地方公共场所 那么都是要扫码的 那么这个扫码之后 是连接到政府的数据库里面 包括新州 维州 不扫码 不让进 所以这系列的举措都非常严格 还有1.5米的社交距离 Social distance 那么在疫情严重的时候 大家都是乐于去遵守的 所以居民的素质 整体素质水平 在抗疫阶段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那么像印度 大家在疫情回转之后 没有此前那么严重的 2月份 3月份 很多人就开始上街聚会 一些参加一些活动 那么人挨人 人挤人的现象 从数不穷 也就造成了 疫情在4月份 开始快速爆发的一个潜在问题 所以目前印度政府 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措施 因此对资本市场 导致了一个直接结果 就是大分的资金开始从海外新兴市场撤出 回归到传统的老牌发达国家市场里面去 包括我们看到了最近 美元虽然没跌没涨 但是其他的货币 像英镑 像澳元 像新兰的纽币 欧元 那么这些货币都开始快速回升 本质上反映的就是全球资本的流动 继续由新兴经济体 回流到发达国家里面 尽管美国开始要加税 但是资金还是以安全第一为主 那么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一些机会 就是资金从新兴国家流出之后 那么这些国家的股市房市可能会快速下跌 汇率价格也会快速下跌 像此前土耳其里拉崩盘 阿根廷比索也快速下跌 那么这些国家的货币 在未来还是会受到大量的抛压 那么还有一个角度 从比特币的价格我们也能看到 现在比特币价格非常坚挺 一直是在5万以上 印度政府此前也是公布了 谁要是交易比特币买卖 比特币就有可能会触发法律 或者罚款的风险 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 严控资金外流也是首当其冲的要务之一 那么我们也能从这一点看出来 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目前价格还是在底部是有支撑的 比方说比特币今天回到了5万一价 很快又被拉到了5万2 5万3的价格 那么其他方面呢 我们也是继续短期看好发达国家的股市 以及汇率走势 包括比特币 都是受印度疫情反复 给大家重新带来的一些交易上的影响 那么英国方面呢 在抗疫到了目前第四月份 基本上实现了90%群体都打了疫苗 所以说英国的股市快速上涨 英国的英镑 汇率也快速提升 那么这也是呢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 在传统的医学治疗领域里面 以及呢 政府对实际政务做出落地所有的区别 反映到我们真实的现实情况中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再重复一下 就是汇率方面 目前呢 出现了很明显的发达国家汇率开始上升 新兴经济体的汇率价格下跌 新兴股市下跌 传统发达国家的股市继续缓慢上升 从于这些信号呢 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短期的投资组合 进行一定的调整 那么同样呢 我们也是再次希望啊 各国政府还是能在疫情抗疫的后半段 继续互相帮助啊 那么不要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问题 或者是文化问题 而错失了很多在医学领域上的合作机会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小兔手等微信号取得联系 再次感谢大家